郭喜大哥 那个晓星Q你讲话 徐晓星 他为什么要提到我郭喜 因为他要转移焦点 他真正要对付的是 应该是今天 把他这三大弊案 卷进来的这三大弊案的杜炳成 杜炳成是他家人 是他的亲人 大姑丈 大姑的丈夫 我们叫大姑丈 而且这些资料跟报道 如果属实的话 杜炳成可能转做污点正案 他等于直接出来指控徐晓星 对 我当初在去年10月告他的 到现在台北地监署居然 没有任何传唤 我都没有传唤过 我是被告 我从来没被传唤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 石城大海 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进展 那为什么 这就是什么 我们说司法怠惰 你知道吗 就是你该办的事情 因为徐晓星犯的案子 其实是很重要的 关系到国家 尤其他现在进入国家的国防委员会 在国防委员会 现在这样的扩权的情况下 徐晓星所要求国防部 那个海军司令部 所有提供的资料 谁敢说 我们不给 以前 吴思怀 在国防委员会的时候 因为他去参加 那个 那个人民大会堂的那个 所以大家都会想办法 用不同的借口去 怎么样不给他 这些秘密的资料 现在徐晓星 他们通过这些扩权了 所以我就说 台湾人要觉醒 像这种人 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在国外没有这种人 能够进国防委员会 因为这个国家 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防 国防安全 是绝对是国家利益的 最重要的一环 那我们国家居然能够 让这些人 今天杜炳城 他所传出来的说 他有声文资料 我们先不管说那些人给了 他 徐晓星什么 什么国防机敏资料 这些资料是不是到了国台办 或是到了国务院 中共国务院 我们都不管 我们只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 如果这些资料有 真有这回事 真有这回事 那是不是真的 对我们国家伤害很大 马文君已经在前面了 而且马文君在高检署 这个案子也待了这么久了 从来没有听说过 马文君这个案子进展到什么地步了 是起诉了 是怎么样子了 对不对 所有的 我相信所有的国人 都非常痛恨这种情形 希望我们能够觉醒 就是说我们不要这种人 我们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手段 至少以后不要有这种人 再进入国会 然后他们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 自己在立法院的权责 能够扩充他们自己的权利 这些权利 我们人民当初选票投下去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授权过给他们 我今天在讲徐晓星 他所说所做的这些事情 其实只有一件事情 是我们大家必须要注意的 就是这些东西 如果真的被他 因为他收受了某些人的好处 然后拿到了这些资料 给了我们的对面的敌国 那对我们国家的伤害有多大 因为大部分的人不知道说 这些东西有多重要 其实全世界都在 都非常真 就是非常保护这些资料 因为一个国家的战力 最最 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就是潜见 潜见之所以它重要 是因为它什么 它是在 它是在 它永远你不知道它在哪里 学晓星我个人对它 只有一个期望 就是你对 你不管怎么样 你是在这里生长的 你是在这里成长 学习长大的 你要爱这块土地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